我请教汪浩大哥 另外一个环节是台铁本身 台铁要长期有作为一个台湾的主要的 这一个环岛的大众评价的运输 它确实也有检讨跟改革的空间 对当然台铁这个作为公共服务的目的 它当然有它应该尽的义务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 能不能这个提高效率 加大投资 提高安全的标准 这些方面我觉得有改革的空间很大 那国际上很多成功的例子 特别是我昨天有提到香港的港铁的情况 那实际上港铁原来也是政府全资拥有的一个企业 那最早的九龙的这个九广铁路 有100多年的历史 也是一个老企业 那后来呢 香港在1970年代开始造地铁 那么这个地铁相对是一个比较新的企业 它经过20多年以后 在2000年香港政府让香港地铁股份有限制的公司化以后 就让它上市了 然后有大概20%多的股权 是变成了市场流通的公共股权 那香港地铁在2007年的时候就又跟这个港九铁路合并了 所以现在实际上香港所有的铁路地铁包括机场的高速铁路 机场快捷 机场快捷和跟深圳和广州连接的高速铁路都属于港铁 同一个港铁 都是上市公司的一部分 那这个上市公司它运作相对来说是非常成功的 在全世界都是有口评的 属于这个无论是投资绩效 还是它的安全的记录和它的这个 高度的承载运输量 高度承载运输量 它在每个周末大概星期天 一般的承载量都是一天要550万人制 所以是非常高的这个记录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够保持长年的这个增长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值得台湾学习的 那我觉得最终就是一个公司的员工 公司的股东和这个乘客 和这个国家的一种利益的平衡 怎么样这个利益的平衡 能够各个方面能够照顾到 才是一个台铁真正能长远发展的一个方向 全球的战略专家观察 确实当初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火药库 那如今台海的局势 跟台湾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 乃至于台湾的特殊的半导体供应链地位 都可能变成亚洲火药库 对当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这个主要刚才余老师说的有两大军事集团 一个是德国奥匈帝国和奥特曼土耳其 这三大国家的这个同盟国集团 他们跟这个老牌的霸权英国 法国俄罗斯的这个协约国集团的一个军事对峙 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新兴的德意志帝国 他们要挑战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然后不断地发展海军 不断地要想跟英国去抢夺殖民地 然后要这个控制 德国要发展它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影响力 那当然当时巴尔干地区 他们因为历史的原因形成很多小的国家 小的民族 那这些国家民族它不光是民族不同 他们语言文化和宗教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巴尔干这些国家有些是伊斯兰教的 有些是东正教的 也有些天主教的 那所以他们本来巴尔干地区 就是小国家之间相互之间矛盾很大 但是他们各自又有不同的靠山 那么主要的一些国家 像这个塞尔维亚刚才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这个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 这个塞尔维亚的 它是跟这个俄罗斯比较友好 这个俄罗斯支持的 那但是呢 这个其他一些国家呢 它原来传统上是受奥特曼土耳其的影响 还有跟奥区帝国友好 那当时局势很紧张 那么这个奥区帝国的皇太子 在这个塞尔维亚这个视察的时候 被这个塞尔维亚的革命的年轻人暗杀了 这个造成了一个 一个导火线 一个事件 所以造成了这个塞尔维亚和这个奥区帝国宣战 那么然后就俄罗斯加入 然后这个英国法国就支持 然后这个德国加入 这个双边就开始开打了 那当然了 这个历史稍微实际过程是更复杂一些 但大体上是这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 这样一个状况 那现在相对来说台海的话 刚才余老师讲我也同意 就中国几乎就是一个单独的一方 当然它是个庞然大物 但是应该它还没有形成一个军事集团 就是它开战的时候 由俄罗斯或者是由北韩或者伊朗 要出兵帮它一块来打 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 但是目前为止 他们都还不是一个军事集团 但是美国跟日本是有共同防御条约 是有军事条约的 而且这次美日高峰会可能会扩大范围 会后联合声明可能纳入台海 那就变成美日台了 现在这个美国当然在东亚地区 跟三个国家 实际上是四个国家 南韩 日本 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新西兰它都有军事同盟条约 南韩两边摇摆 南韩两边摇摆 他最近外交部长跑去厦门看王毅 南韩两边摇摆 菲律宾也不一定会愿意参加台海的状况 但是美国和澳大利亚态度是相对比较坚决的 愿意支持美国在这个维护台海和西太平洋的稳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台湾当然是愿意加入美国日本这一边的 那实际上就美日台澳这四国 实际上已经结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 对